大家好,今天本來想拍片 是關於老師繁忙的一天 由於說明繁忙,繁忙也沒有時間拍片 所以早上沒有拍,下午沒有拍,下午沒有拍 放學,黃昏時也沒有拍 就留待現在了,做完事 九點零鐘,拍一拍 其實香港做教書有時都很忙 有些人很忙,有些人很忙 有些人很忙,教學新高中的 又或者小學教六年級的 小孩子開始翻本了 有些人很忙 有些人很忙,有些人很忙 有些人很忙,有些人很忙 幸好小弟剛剛三件事都很忙 所以一切都很忙 所以做到九點 無論如何都不要緊 為理想有些犧牲,也是值得的 看一看桌面有些什麼 整棟東西來到這個位置 都是我的 旁邊的位置就不關事 旁邊的位置 有些東西就越動越高 開第二棟 沒辦法,這些東西改不前 做了什麼呢? 都做了很多東西 六年級數學卷改了兩疊 中學的電腦卷 之前出了,現在再修改 另外改寶就改了一堆 另外還有很多東西未做 例如 螢幕旁邊 貼了在這裡的貼紙 IT有關的東西 已經放了好幾天 都未有時間理會 另外旁邊還有 這張已經貼到別人的貼紙 還未打電話回覆給家長 看看現在幾點 看一看 九點搭熱 算了,走了 有人問 那你經常都放影片上網 那這些影片怎麼剪 那麼忙 那麼忙 是很忙的 那其實 就是買一部iPad 拿來剪片 搭車的時候就剪完 這樣就很快 最後一部iPad 我把冷氣都關掉 還要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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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掉 好,全部關掉 現在開始剪片 留在車上的剪片 其實都有點累 好,那我都回到家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另外,我有兩段影片 你可以按進去跳球 喜歡嗎 我拜託 給你 那不跟這個 好 不跟這個 我們跟這個